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限制出口的技术条目 私是对21项技术条目的控制要点和技术参数进行了修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 凡是涉及向境外转移技术 无论是采用贸易还是投资或是其他方式 均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的规定 其中 限制类技术出口必须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申请技术出口许可 获得批准后 方可对外进行实质性谈判 签订技术出口合同 目录调整内容中 关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部分内容为 新增海上岛礁利用和安全保障装备技术 控制要点 海上执法指挥调度系统 大型超大型服饰保障基地 极大型海上服饰空海港 海上卫星发射平台 岛礁中型服饰平台 远海岛礁开发建设施工装置 远海通信网络系统支撑平台等装备技术 新增重型机械行业战略性新产品设计技术 控制要求 重型机械行业战略性新产品设计技术 如第三和第四代核电设备及材料技术 海工设备技术等 据路透社消息 美国国防部28日已经决定 将包括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在内的 11家中国企业列为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公司清单 这为美国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奠定了基础 今年6月 包括华为海康威视在内的 20家中国高科技企业 已经被美国国防部列为中国军方拥有 控制或有联系的公司清单 路透社表示 此次五角大楼更新的名单 还包括中国三峡集团 中化集团等 美媒称 出现在美国国防部名单上的中国企业 不会直接因此受到惩罚 不过 根据国防授权法 美国总统有权针对这些公司在美国的业务 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包括采取制裁措施 路透社认为 五角大楼的这份清单 可能会加剧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本月26日 美国商务部才刚刚宣称将24家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名单 原因是这些企业帮助中国军方在南海修建人工岛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 美国 中国的邻国 以及国际社会指责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 以及为中国军方修建人工岛 今天被指定的这些实体在人工岛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必须被追究责任 几乎同一时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 对参与南海建岛或军事化行动的单位和个人 停止发放入境美国的签证 实际上 从2018年开始 美国商务部就不断抛出实体清单 目前已经进行十余轮 针对美国此次的制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7日表示 中方在本国领土上开展相关建设 完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 与军事化无关 中方企业和个人参与本国建设活动 合理合法 无可厚非 美方因中方企业和个人参与本国相关建设 而对其实施非法制裁毫无道理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 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将采取坚定措施 坚决维护本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此次被制裁的中国企业中 包括至少五家中国交建的子公司 此外 还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七研究所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第722研究所等企业或机构 除了负责具体建设的中国交建集团和航道局等 名单中还有大量涉及通信 电子应用领域的科研机构和科技公司 如北京市环家通信技术公司 常州国光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 广州宏宇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0研究所等 而中国交建堪称这份清单中的重点企业 作为业界知名的基建狂魔 中国交建无论在人工建岛还是其他工程领域 都曾有过文明世界的壮举 中国交建的作品就包括诸港澳大桥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 科伦坡海港城等国际知名项目 中国交建还拥有多艘被誉为 造岛神器的国之重器 其中自主研制的天坤号 是我国新一代重型自航脚西挖泥船 其多项性能位居亚洲第一 世界前三的水平 同时天坤号打破了少数发达国家 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 为我国远洋填海作业和航道输郡 提供装备支撑 早在去年1月 经过近三个月的挖泥挖岩试验 由中交天津航道局投资建造的 亚洲最大重型自航脚西船天坤号 顺利返航回到船厂 标志着天坤号完成全部测试 正式具备投产能力 变身为真正的地图编辑器 天坤号的工作效率到底有多高 相关人士做了形象生动的解释 假如使用天坤号挖掘填埋一座水利坊 功率最大的情况下只需要六天半时间 更重要的是 天坤号是国内首艘 从设计到建造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重型自航脚西船 在2017年5月 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 为维护国家安全 对大型挖泥船实施出口管制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出口 据报道 在世界范围内 中国交建建设了100多个深水码头 中国交建为全世界提供了80%以上的港口集装箱起重设备 编辑99个国家和地区 不难看出 作为美国重点关照的对象 中国交建 无论在硬件条件 还是市场影响力上 都具备顶尖的实力 而这也成为美国实施制裁的主要原因 除了基建外 中国的核动力能源技术 也一直让西方国家垂涎三尺 它就是启明星二号核装置 这个装置是世界上第一座 使用千机核反应堆的零功率核动力装置 这是连美国都不曾拥有的核能源技术 启明星二号核装置最大的优点 就是污染性小 这个装置可以非常妥善地解决好 核电所产生的废料问题 因为这个装置对于核燃料棒的利用率 高达95% 而且对排出的核废料 还可以进行反复利用 并且可以节省大量的核能 这在核动力能源方面 简直是突破性进展 当日本知道中国有了这项新技术以后 就询问中国政府 是否可以将启明星二号能源技术 出售给日本 甚至开出了3000亿美元的天价 来购买这项技术 但是中国最后还是拒绝了 日本的这项请求 同样的 美国也曾经希望 以高价购买中国这项技术 但也没有成功 此外 当初美国旧金山 奥克兰海湾大桥 受到地震的冲击断裂 经过一番维修再次发生断裂 美国先找日本 日本给出的答案是无能为力 无奈之下 美国找上有着基建狂魔制成的中国 美国最终很下心 将重建一座旧金山 奥克兰海湾大桥的核心工程 交与中国 价值64亿美元 中国没有让美国人失望 2013年9月2日 一座全新的旧金山 奥克兰海湾大桥正式通车 造价72亿美元 该桥重1.3万吨的单塔柱支撑 全桥重量7万吨 是世界同类桥梁之首 抗震设计为八级 是世界桥梁抗震之首 美国西海岸的地标性建筑 就在中国人的手中诞生 再一次让全世界见证了中国的实力 目前 中国已经开始发愁了 海外订单接到手发抖 排号都排到了七八年后 大批订单堆积 却只能把开工期限往后延 就拿高铁项目来说 据统计 中国高铁国内里程达2万多公里 占全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5% 在国内表现强劲的同时 在海外市场 中国高铁平接大单 当前 中国已经和印尼签订60亿美元订单 和非洲签下55亿美元订单 在俄罗斯 土耳其等等国家 也是订单分之踏来 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 都在紧张进行 这也是当初 美国就建旧金山 奥克兰海湾大桥 上门找帮忙 吃了闭门羹的重要原因 去后面排队等候吧 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也不惯着你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